I got the job 如果說自己不能出國玩 也不用那麼地握著啦 因為聽朋友 在國外的一些小故事 好像也不錯 所以旅人們的旅遊故事 一定要收看我們旅行區 其實講到韓國 他們有很多的清水設施 譬如說台灣最喜歡拿出來講的 就是說他們的清溪川 可是其實這一次 我們來到的是漢江邊 然後你就會發現 他們在漢江旁邊也做了類似這樣子的 可以 踢踢水的地方 可是很不錯 所以同樣又是人滿為患 你看後面全部都是 趁著這個 天氣還有一點熱的時候 到這邊來 就這樣很隨意的 撲在地上啊 吃吃喝喝啊 喝點酒啊 然後又可以拆拆水 所以發現其實他們很多設計 是真的滿值得台灣來學習的 因為其實台灣的水質也很好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能夠這樣子做呢 你看 原來是真的 很多水質都 當然就是一個 集體洗澡水的概念 其實今天 來到這個地方 其實最主要不是要來漢江 我們是要來體驗韓國的夜市 他們其實跟台灣的夜市 差不多都是賣吃的為主 但是我覺得 他們的形式上比較像是在泰國的那種假日夜市 因為我剛剛問了一下 他不是每天都有 他只有在譬如說 夏天的 禮拜五跟禮拜六晚上 然後是就在漢江 漢江河畔這樣 江畔 江畔 然後就會有一整條 全部都是行動餐車 那行動餐車其實對台灣來講已經很多了 只是我們的 啊 其實要這樣講的話 移動夜市也是 可是會覺得就是他們這邊的東西 會賣的比較新奇 比較像是有點偏文創類的 所以就是因為 有文創這兩個字 然後又是年輕人居多 你就會覺得 其實跟台灣的夜市比起來 它比較像是 泰國的 一些 限定夜市 如果你有去過泰國的清賣 或者是 Fan Cut的話 其實你就會知道 大概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然後賣的東西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這次 來 你會發現 欸 他們也是真的有在進化 比如說他們以前可能沒有像這種 比較有文創的夜市類型 可是他們現在就是有很多的 這種文創類的夜市出現了 然後 大家很熟悉的文創類 有沒有看到這些攤位 就是會開始賣一些 手工藝品啊 小耳環啊 小披薩啊 這種東西 說實在的 我真的就會覺得跟 泰國 的夜市 真的是有點像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